大家好,明天在5月18日星期一晚上 我会联同刘思明出席明报举办的视像研讨会 《灰心楼杀迷生》 到时会与大家一起研究和分析 黄金石油外汇广告的后市手势 和一些入市工作筹量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即时报名 到时见 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明报金会测试华 今天想和大家讲一讲英镑的走势 好了,我们先看看有关的新闻报道 说回有关对英镑不利的消息 英镑方面基本上昨天突然急策 当中的原因是英国的税制方面 原本不是原先高过16年公布的17%水平 而是去到19% 所以变成了有关今天的长额等等的股价 也有点高额 当然了,英镑也不太好 好了,另一方面 大家可以在龙头社里找到一段新闻 5月4号 也挺好的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内文就是说什么呢 原来过去这10年 英镑都因为财政年度的问题 交税的问题 4月就把钱大量移回到英国 交税分钱 但是到5月就会结束 所以对英镑来说 4月就利好 5月就利淡 我们不妨看看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 我们可以看到 4月基本上英镑 表现相当不错 但是到5月 过去这10年 2011年到去年 全部都是负数的 所以看得到 转程度也相当高 所以5月来说 英镑反而是5公元才对 另外 看有关于情况 我们可以一边看 一边说 在图表方面 大家都看到了 英镑对美金的走势 英镑除了面对5月份的高额 和税制改之外 另外下个星期 其实大家都知道 星期一 英国和欧盟 会举办贸易谈判 第一回合 初步来说 大家都看到 有关于情况 都比较悲观 雙方面 都是释出一些悲观的言论 都是说到现在 毫无讯展 但是毫无讯展 英国就会坚持 如果6月底 如果没有成果 就会在年底 在贸易层上行勾 所以这些情况 都是对英镑后市 都是极为不利的 如果我们看回英镑的走势图 里面来说 现在其实是在做M型的走势 M型走势来说 基本上都会去回 1.26元 1.27元 另外你看到 这条趋势也是破了 唯一能够支持它 上升趋势的 都没有了 现在其实基本上 你看到 那个势都是几弱 都会连回急跌了 所以现在我建议大家的策略 都是继续看淡英榜 做淡英榜 目标是去看1.2151 其实价格是1.247 加上万万差价 其实我说的是哪个 就是你的脚底 如果M型的话 基本上最终 最终都会去到1.2163 加上万差价1.2167 所以没有股广的 就可以看着这两个位置 相反 如果叫做 我不理你抠什么位股 如果一旦 上破这个 我放大这个 如果上破这个脚 而这个脚 这么巧和今天 这个EMA10牵线 1.2406 这就是1.2405 但是我就退高一点 去到1.2415 那就要止撤走人 如果不对路的话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收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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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